念九 大宋 汴京城 日正当中时 自这汴京城南门位置 两辆马车徐徐地驶入到汴京城内 驱赶马车的同时 驱飞烟以及小招等人的目光 亦是在这大宋的皇城内左右的打量 只是看了一会儿后 驱飞烟却是撇了撇嘴道 这大宋国的皇城 怎么感觉除去繁华一点外 也就跟寻常繁华点的城池 没多大差别啊 听着驱飞烟的话 林诗音解释道 根据记载 原本北宋的时候 大宋国还算是繁华 兵力亦是强盛 可从百年前开始 随着大原国一次突袭 大宋国不少的地方都被大原国占据 击尽灭国 此后大宋国亦是改国号为南宋 迁都汴京城 这百年间 大宋国在东方姐姐接手之前 每年都需要缴纳大量的碎币 给其他四国 再加上之前那北盖帮无声无息的聚敛财富 还有贪官横行 作为大宋国都城的汴京 自然也不能和大明国 以及大秦国这些强盛国家的都城相比 末了 扫了一眼 接上大多面带笑容的百姓后补充道 而且能够达到现在的程度 或许已经是东方姐姐治理后的效果了 驱飞烟想了想到 这道是 这大宋国和之前我们来的时候的确变化多了不少 此前几人跟随 这楚清河来着大宋国采药时 沿途所见 这大宋国内可谓是山匪横行 运气好的时候 一天甚至都能够碰到两三波 但这一次进入到大宋国后 沿途间竟是未曾遇见拦路抢劫的山匪 各路官道也畅通 甚至行商的队伍之中也能够看见未找保镖的 而原本在大明国内被惯有魔教之名的日月神教 这两年在大宋国内更是名声雀起 从客栈以及酒楼里面那些大宋子民的对话 也能够看得出大宋国对于日月神教竟然格外地尊崇 足以见得在东方不败带着日月神教入主这大宋国后所带来的变化 虽然不过短短两年的时间 但这大宋国内已然是有了兴旺之势 同样在车厢外和屈飞烟坐在一起的雪千寻开口道 这大宋国前后的变化如此明显 也不知道姐姐背后到底做了多少事情 也难怪这两年内 即便是姐姐在姐夫这边 每日也是须得飞鸽传输通信了 在几人对话时 透过车厢内窗户 看着外面的楚清禾 嘴角也是带着笑容 一个人 若是身处的位置 对了 变化也非他人能够想象 就像是现在一样 谁能够想得到 曾经在大宋国内杀人不眨眼的日月神教教主 东方不败 现在竟然是 能够成为一个明君 将一个日薄西山的大宋国 治理得井井有条 然而 就在几人说话之时 车厢内的楚清禾 似有所绝往这汴京城内某个方向瞥了一眼 紧接着 水母阴姬 莲星 以及婉婉等人 相继都感觉到了一道大宗试镜初期的真元波动 向着他们所在的位置 快速地靠近 只是相比起几人 此时的楚清禾 明显像是感觉到了其他东西 眼中一抹笑意闪过 几夕后 在几人的等待间 一道身影 宛若凭空出现一样 站立在了街道之上 正是以往陪着东方不败 多次到雨水城内的日月神教长老 桑三娘 目光放在前面那两辆马车上 桑三娘躬身以真气传音道 奉陛下之命 特来接公子前往宫中 声音刚刚落下 楚清禾的声音 便瞬间在桑三娘的脑中响起 宫里面就不去了 劳烦桑长老带路在这城中 选家不错的客栈吧 感受到脑中的声音 桑三娘顿了一下后立刻回应道 陛下有命 若是公子不愿前往宫中 可到陛下为公子 在这汴京城内准备的宅子中赞住 这话入耳 楚清禾嘴角轻笑 随后转音道 那便劳烦桑长老带路了 桑三娘连忙回应道 应该的 随后 桑三娘便转身走在马车前卫 驱赶马车的小招和屈飞烟等人带路 马车行驶间 沈母音机同样含笑道 看样子 东方姐姐早就料到了你 不想前往宫中 雪千寻开口道 姐姐看似不羁 但实则心似如发 跟在姐夫身边这么久 自然也能了解 姐夫的一些习惯和想法 听着雪千寻所说 其他几人没觉得奇怪 倒是燕灵姬掀开帘布 看着前面带路的桑三娘 心中对于这个东方不败 也多了几分好奇 少请 在桑三娘的带路下 几人沿途到了这皇宫旁边不远的一处宅院 其大小和楚清河的院子相差不大 并且在这宅院的门口 还有着日月神教的弟子正在守卫 当看到桑三娘靠近时 这几名日月神教的弟子连忙行礼 随意地挥了挥手后 桑三娘开口道 接下来这段时间 这边不用你们守着了 先回城中的分堂吧 等到这些弟子离开后 桑三娘方才转身 对着马车攻申道 公子已经到了 听到桑三娘的话 马车上的楚清河等人 方才相继地从车厢内走出 待目光聚集到楚清河身上时 看着楚清河那俊美依旧的面容 桑三娘眼中轻闪 阔别许久 再一次看见楚清河这俊美道 让人能够产生惊艳感觉的相貌 桑三娘不禁也有了一种 舒眉眼亮的感觉 但下一秒 回过神来的桑三娘 又立刻低下头 神情多了几分复杂 原本的东方不败修为 不过只是宗师敬 但在短短几年的时间 修为和实力却是一路高涨 甚至于教中其他那些 已经迈入到大宗师敬的杨霄 铜百雄等人 在东方不败的面前 连气势都扛不住 实力可想而知 除去实力修为的提升之外 更为让教中其他人诧异的 则是东方不败 忽然间就掌握了大宋国 直到现在 日月神教的弟子和长老 都不清楚 东方不败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唯独桑三娘是一个例外 作为东方不败的心腹 单单从桑三娘体内 多过日月神教 其他人数倍的三师脑神丹毒量 就能知道 桑三娘有多被东方不败气重了 早在几年前 东方不败刚刚住进楚清河的院子不久 桑三娘便已经知道了楚清河的存在 甚至于中间关于楚清河和东方不败之间的传信 也是由桑三娘负责 因此 对于楚清河的情况 桑三娘多多少少也能够清楚一些 而桑三娘也清楚 东方不败的各种变化 绝对和楚清河离不开关系 不说其他 单单就东方不败给他们的那些能够有助于提升功力的药酒 桑三娘都在楚清河这院子外面闻到过一样的酒香味道 还有和东方不败一起抢男人的腰月 现在都已经是成为了大明国的女帝 种种因素下 桑三娘如何不清楚东方不败的实力乃至于现在的变化 绝对和楚清河离不开关系 原本桑三娘只当东方不败是垂涎楚清河的美色 找而在这雨水城里面养了一个翘狼君 谁曾想东方不败才是真正被养的那一个 但不得不说 这样的男人桑三娘也想要一个 在这脑中思绪分杂一番后 桑三娘转身走在前面进行带路 等到这宅子的大门被推开时 不管是楚清河还是曲飞烟等人都隐隐闻到了些许山茶花的香气 对此曲飞烟几人心中轻移隐隐感觉到了不对劲 几夕后随着几人跨过了前院步入到内院之中时 曲飞烟几人顿时面带恶然 不为其他却是因为此时这院子里面的一切 竟然是和雨水城中楚清河的院子一模一样 同样的石桌同样的堂椅同样的建筑 甚至于在这院子里面同样还有一棵巨大的山茶花树 就连旁边别院里面的池塘大小都和楚清河家中的一样 唯一不同的便是这内院里面的盆栽和楚清河的院子一样 放着各色的月季 而当进入到内院看到周围这一切时 楚清河的眼中也多了几分诧异 显然没想到东方不败竟然依着楚清河的院子 在这汴京城内弄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目光环扫周围的同时 楚清河忽然明白过年的时候 东方不败忽然找自己要一些流火熄攘的原因了 这时在前面带路的桑三娘开口道 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教主便已经画了一些图 然后让能工巧匠按照公子院子进行建造这院子 而这山茶花也是教主让人在大宋国内找了近半年的时间才找到的 花费了不少的功夫运送到汴京城内移植在这院子里面 忽然从后院里面回来的屈飞烟惊喜道 公子这后院里面竟然有一个温泉 听着屈飞烟的话 桑三娘开口道 原本一开始教主是想要在宫中建立这一个院子 但是得知了这一处有一个汤泉 所以才决定将院子建立在此处的 声音入耳 水母音机含笑道 东方姐姐还真的是有心了 弯弯开口道 东方姐姐在这大宋国内弄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院子出来 难不成是想要以后公子也跑到大宋国这边长时间居住 去飞烟看着周围道 反正这院子和雨水城那边一模一样 在雨水城那边住还是在这边住 也没什么差别吧 哼 想得倒是挺美 然而 就在这时 一道冷哼声骤然在这院子之中浮现 紧接着 一道身影破开空气 然后进入到了这内院里面 转过头看去 当看到此时在院子里面的人时 言心不禁愕然道 姐姐 同样 当其他人看到此时进入到院中的腰月后 神情均是带着几分诧异 唯独楚清河神色如常 仿佛对腰月的出现并没有感觉到意外 注意到楚清河的神情 腰月也没有意外 毕竟楚清河的实力 腰月心智肚明 此前在汴京城的街道上 想来就已经察觉到他的存在了 目光在这院子周围撇了一圈后 妖月看着桑桑娘道 回去告诉东方不败 休想挖阵的墙角 此前东方不败和妖月之所以要争个输赢 为的就是能够进水楼台 能够离楚清河近一些 方便自己能够快一点到楚清河家中去 可现在东方不败竟然仿着家里 在这汴京城里面也建造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院子 安的是什么心腰月如何会不知道 却是想要拐跑楚清河 看着面前单手附后面若冰霜的腰月 此时的桑三娘却感觉四面八方 都有着如山如海的压力向着自己涌来 甚至于体内的真气 在这一刻都是仿佛遇见了什么大恐怖一样 而吓得缩回到了丹田之中 不过不等桑三娘多想 同样一道冰冷的声音 亦是在这院子里面想了起来 哼 要真算挖墙脚的话 应该是正找你这个蠢女人的麻烦才对吧 画音落下 一道身影同样出现在了这院子里面 绝美面容在这黑色的流仙裙映衬下 多了几分装素质感 冰冷而淡漠的双目凝视间 更是给人一种射人心魄的霸气 不是东方不败又能是谁 而在东方不败出现在这院子里面的瞬间 桑三娘一是感觉到 方才压在自己身上的那股恐怖气息消散不减 在长吐一口气后 桑三娘不禁感叹有靠山的好处 或许是听到了身后桑三娘吐气的声音 东方不败开口道 这里没你事了 先下去吧 文言 桑三娘连忙回应道 属下遵命 说完 桑三娘对着楚清禾等人行礼后 快步离开 仿佛多在这里待一秒 自己就会多一秒危险一样 而对桑三娘的离开 妖月更是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视线一直放在面前东方不败的身上 眼中微冷 渐渐的 在两人四目相对间 不管是东方不败 还是妖月二人的体内真元 都已经是徐徐的运转了起来 一幅随时都要动手干一架的感觉 好了 不过 就在两人体内的真元运转速度开始加快时 楚清禾略显懒散的声音忽然响起 声音入耳的瞬间 就如同一种特殊的药物 使得东方不败和妖月两人体内运转的真元 齐齐一致 片刻后 两人均是冷哼一声 然后齐齐地收连体内的真元 就是有本来 橘勺 橘勿 前背图 前背中 前背团